有一些弹性的措施 其实现在都可以开始来做 那没有问题 那跟我们日常在办公的影响并不大 总是让大家人的距离越远越好 台湾防疫再升级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宣布 要求在廉价期间 曾到人潮拥挤地方活动的民众 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并订定弹性上班 希望上下班错开 不要挤在同一时间 内政部率先响应 各县市陆续跟进 今天我们人事处也定出了 台北市的弹性上班方案 会在礼拜三正式的上线 也就是正式的在打卡的 相关的系统上面做调整 新北市早做好 做好前超前的部署 所以昏流上班 我们用APP很快就上完 每一个人进到哪一个位置上 就可以表示说我已经到班了 上班的时间放宽为 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 上满八个小时 群聚的这种情形会获得改善 针对订定弹性上班 五都目前情况 台北市八日启动 周一到周四弹性上下班 扩大两小时 周五扩大2.5小时 新北市已透过APP做分流 台中市七日启动 弹性上下班扩大两小时 台南市及高雄市 还在评估是否跟进 从去年开始已经台南市已经实施 一小时弹性上班了 所以我们觉得目前为止 这一小时实施的状况 还算是不错 那将来是不是要在这个 继续再加长成两小时 我们还要再思考一下 评估一下 其他县市多数已有台性上班机制 桃园市目前战务规划 扩大台性上班时间 基隆市新竹县苗栗县及南投县 也在评估当中 彰化县针对现在疫情 将离为8点与9点两个时段上班 云林县及宜兰县 占不扩大实施分流上班 台东县则维持就有的弹性办公实施 新唐人亚太电视秋天起 使劲望林秋霞高见伦理津津 台湾综合报导